美國喜歡的 他怎麼樣都讓你過 但美國不喜歡的怎麼辦呢 好我們來看一下2024年馬上就要選舉了 除了美國要選 台灣也要選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是這三 這三個人合體到桃園去視察呢 大千哥 我覺得 我今天看到在這新聞的時候我一直覺得 為什麼衛福部長會跟總統副總統綁在一塊呢 這一番操作感覺很像 就是去年這個選舉前有沒有 這個陳時中一直被跟賴清德啦 蘇貞昌啦 蔡英文綁在一起一樣耶 所以這感覺 雖然說這是一場桃園視察大會啦 但是也看得出來啦 小英他在身邊在拉什麼人起來 的確喔 就是說剛才大家在討論到說 為什麼最近陳建仁的發言特別的多 當然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這就是 蔡英文長期以來的行事風格嘛 他就是能閃就閃能躲就躲啊 占的遠冤的一副事不關己的這個路人甲的立場喔 然後真的要當公道博的時候他才出來把這個功勞邀一下 把功勞拿走 但是他所有的責任能閃就閃能避就避了 因此你說過去的行政院院長像這個蘇貞昌也是話特多的啊 然後你會發現蔡英文可以幾百天都不出現講個話 然後統統都把這個舞台讓給了別人 對蔡英文來說這也是他在這個政治哲學上的一個操作的模式 他認為這樣也許他的受傷的這個範圍最小 可以被攻擊的面積最小喔 那麼但另外一個理由就是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剛才董哥也提到了 他現在正在造神啊造另一波的神 就造陳建仁這尊神 能不能造的神不知道啦 但是他會照照看 因為對他來講他最大的利益是陳建仁能夠接棒這個 然後來做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 這對蔡英文來說是他的最大利益 他最不願意看到的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去力挺 這個賴清德參選 所以他現在當然不會放棄這個最後這一年 或者是最後這半年造神的機會 但是當然董哥剛才講到一個關鍵的問題啦 就是到底民進黨的總統初選要什麼時候辦 他有多少時間造神嗎 就造現在這種造神法 好啦沒關係 就是陳建仁一天趕20個行程啊 就給他一個月來趕 這樣子這個神就造得起來了嗎 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喔 就當時造這個陳時中 跟現在造陳建仁有一個很大的不同 是因為當時造陳時中 是台灣正在面臨疫情的攻擊 所以誰站在第一線 領導大家對抗疫情 大家自然對這個人投注更多的支持跟尊敬 可是你現在他是一個行政院院長而已 就算你一天讓他發20次言 什麼問題他都回話 什麼問題他都這個表態 什麼問題他都受法 也不見得能夠把它造成像當時陳時中這樣 那你更別提民進黨現在留下的爛攤子跟爛包袱一大堆 陳建仁還是要背在背上啊 那但是從今天這個桃園的行程其實就可以看得出來 蔡英文一點都沒有打算在未來這一年跛腳 所以他這個行程就是安排了他的愛將 比如院長陳建仁 這個副院長這個鄭文燦 你看薛瑞源這些人啊 他都是自己英系的核心 就是因為蔡英文點頭了 所以薛瑞源留下來了 他是少數這個在整個內閣官員 異動過程當中被外界罵得最慘的 可是卻還是留下來的人啊 那麼為什麼薛瑞源這些人會留下來 當然就是因為背後有小英的默許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你會發現 蔡英文還在積極的鞏固他的權力 積極的擴張他的影響力 利用今天的機會陳建仁去捧了一下 這個鄭文燦再次的這個吹噓了一下 鄭文燦在桃園的政績 希望能夠替鄭文燦平反一下 讓鄭文燦的政治能量能夠 這個滿血回歸啊 但是問題是關鍵問題還是回到了 最重要的一個核心的點 就是說蔡英文或者是民進黨 沒有想清楚的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民進黨這次會大敗得這麼慘 真正的戰犯是有幾個原因的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疫情的問題 特別我講直白的就是疫苗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仇恨值的來源 第二個來源就是抄襲的問題 學歷抄襲的問題 現在這個問題還持續的存在 所以民進黨現在這件事情 還沒有切割乾淨 第三件事情是戰爭 戰爭的威脅讓大家覺得和平的可貴 讓大家覺得我家的子弟 隨時可能要上戰場了 台灣要馬上要面臨戰爭了 這三個才是民進黨失敗最主要的原因 如果今天蔡英文跟民進黨 沒有針對這三個問題對症下藥 他用各式各樣的什麼內宣 各式各樣的宣傳的模式 各式各樣操作的手法 沒有辦法把現在民進黨的頹勢做反轉 那教授你怎麼看呢 這一場是不是蔡家軍自己在取暖呢 一群人帶著愛將跑到桃園去 然後大戰前市長鄭文燦做的有多棒 但是你知道從頭到尾我們今天三張電子獎 從來都沒有出現賴清德 賴清德提前出局了嗎 我們先講說通常總統出巡會帶個部會首長 然後順便帶著支票簿 那你知道支票簿帶著 就吃開支票簿 然後才互盤固裝嘛 但是行政院長一般來講是不會跟著的啦 對 衛福部也不會吧 所以就問一下 好就講說那為什麼衛福部這個部分 因為薛瑞遠留下來是有點奇怪啦 因為他仇恨值很高嘛 然後這個他是新潮流的啊 所以我會認為說他留下來某種程度 應該就是說在鄭文燦跟賴清德之間 要他做一個選擇 也就是說繼續分化新潮流 大概有這樣的功能啦 不過我會覺得說 你知道跑去那邊 那當然因為那是鄭文燦的場嘛 所以表示說政戶的這個隔魁裡面 未來這種選總統的那個態勢 我還是覺得說這應該還是為了出現 還是要顧住那個桃園的基本盤了 那接下來呢 其實很多人也在討論 是不是因為美國不喜歡賴清德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位是前美國眾議員的助理李友宜 他分析 他說在美國智庫人事交流觀察 美國不認為賴清德是務實的台獨工作者 是要再更升級 是激進的台獨工作者 那現在美國就不希望跟大陸有戰爭 所以呢 賴對美國而言是一張危險的牌 好這第一點 他分析賴清德 再來他說如果是賴消沛的話呢 對賴跟蔡英文或英系都有利喔 因為賴需要有人在美國的關係上幫他平衡 對民進黨內部也要平衡派系 還有他提出一點他說很驚訝 美方很驚訝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相信 美國會為台灣出兵呢 我相信我們的觀眾朋友應該不在這個 他說的驚訝的裡面 其實真的有很多人還真的覺得 我們如果台海真的有事 美國爸爸一定會出來幫我們擺平這件事 董哥 其實美國人不太了解台灣的總統制 跟他們不太一樣 美國的副總統權力很大 因為他是參議院的議長 那這參議院議長 而且參議院很多權力比眾議院大 因為他有人事錢 你那些部會所長要通過他 那剛好這幾屆的參議院議長都是關鍵一票 所以他的那個權力是非常大 那在台灣呢 副總統只要總統不重視你 你連部會所長的地位都沒有 對 李秀蓮你能夠做什麼決策 沒有嘛 對不對 大家可以看到 那我覺得 就是陳建仁在卸任副總統以後 蔡英文對他始終還是信任 為什麼 蔡英文尋求連任的時候 原來是要找陳建仁繼續搭配 然後給他更多權力 順勢讓他選總統你知道嗎 可是因為賴清德出來挑釁 那挑釁以後最後不得已 還是要安撫一下新潮流 所以只好叫陳建仁說抱歉 但是他還沒有講之前陳建仁很聰明很機靈 馬上宣布說我不尋求連任 我把我的位置空出來讓總統去安插賴清德 這個過程其實蔡英文是覺得對他有些虧欠 然後對他的人格更相信 那他卸任以後 當然剛好疫情來了 他是A和賀普金斯大學的博士 這是很前衛 又是中年院院士 當然什麼東西都問他嘛 所以我們那時候為什麼會有錯誤的決策 做成高端 其實是蔡英文問了陳建仁 陳建仁的意見凌駕了我們中央疫情指揮中心 簡單講就這樣 要不然陳時中懂什麼呢 是不是 那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在台灣被認為很公衛前衛的 他做了這些主張的話 其實是去年選舉造成民進黨 敗險一個很大原因 剛剛大謙也有講 你就是仇恩職的來源嘛 你為了扶持你的高端 然後你去打壓 那些世界上一流的疫苗 那時候就白死很多人 這個事情 自從被鄭炎法師拿出來講以後 那他們整個民進黨那個就崩盤了 為什麼 因為在台灣民眾的地位 你會相信鄭炎法師 還是會相信蔡英文 可想而知嘛 對不對 兩個人人格跟道德 完全是不一樣 地位是不同的嘛 那我們今天看到這樣的話 會發現說 蔡英文現在自己內心很忐忑 不安在哪裡 他明年520卸任以後 如果選上這個人 不是他喜歡的 他以後就要開始跑法院 他的論文他跑不掉 他現在是希望有一個他能夠信任的 比如說陳建仁 洪水 你只要當起來把我的論文不要解封 繼續保護我的論文 是 這個只要是 列為國家最高的機密 連法院都不能動 這個是有法律的基礎 那他一直希望說 我要有一個很信任的 那這信任的人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而且是我可以信任的 顯然不是賴清德嘛 賴清德可能最後如果賴清德出現 那時候他會用另外的方式來操作 跟他的和解 就是說 好那我還是可以聽你 但是你 你將來我的論文 你一定要把我看好 你一定有這樣的默契 可是 在當前這個時候 他當然還希望能夠有一些操作 讓賴清德淡化 那你知道在台灣有時候 一些政治人物 你一沒有舞台的話 你的聲勢就低下來了 對 其實像 如果這兩三個月 蔣萬安沒有再找柯文哲 到台北市的場合去 柯文哲的聲勢就會下來 因為你沒有舞台嘛 沒有舞台是很現實的